《西波戰爭》 希波戰爭後 雅典成為希臘的最大勢力 引起斯巴達和他領導的 伯羅賓尼薩同盟的不滿和敵事 兩者不可調和的政治、經濟矛盾 最終導致了伯羅賓尼薩戰爭的爆發 伯羅賓尼薩戰爭前後歷時27年 分三個階段進行 公元前431至前421年為第一階段 公元前415至前413年為第二階段 公元前413至前404年為第三階段 公元前431年 伯羅賓尼薩同盟成員底比斯 襲擊雅典盟邦布拉底引發戰火 5月斯巴達國王率領政裔部隊六萬多人 向阿提卡進軍 戰爭全面爆發 雅典的統帥伯利克利 是委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他對局勢認識清楚 想要在戰爭中勝利或迫和斯巴達 必須避期長、擊期短 於是他採取陸上取手勢 海上則取攻勢的對策 命令軍隊六戰二手為主 派艦船襲擊白羅賓尼薩半島沿海地區 就在斯巴達不斷向阿提卡進攻的時候 雅典的海軍在白羅賓尼薩半島開始登陸 嚴密封鎖白羅賓尼薩半島海岸港口 斷絕斯巴達海上與外界的聯繫 而且煽動斯巴達的奴隸希樂人舉行起義 斯巴達陸上進攻受到極大牽制 整個戰爭按照雅典人的預想進行 但是不幸就降臨在雅典人頭上 公元前430年 雅典城內人口密集 發生嚴重瘟疫 死者甚中 雅典國王白里克里在這場瘟疫中喪生 他的不幸去世 令到戰爭從防禦戰爭 變成新任統帥克里昂主張的侵略性戰爭 公元前425年 雅典海軍佔領了美塞尼亞西岸 和他附近的斯法克蒂里亞小島 斯巴達也陷入困境 為了被開強大的雅典海軍主力 斯巴達國王 命令帕拉西達將軍 率領一支精銳部隊 由小道穿過希臘半島 向北擾到雅典背後進行攻擊 對雅典同盟進行說服 而且攻下安菲波利斯 公元前422年 雙方在安菲波利斯展開對決 斯巴達軍分三路 中路出城有敵 南北兩路埋伏 出其制勝 雅典軍隊慘早伏擊 亂作一團 鬼不成軍 斯巴達騎兵乘勝追擊 一舉殺死雅典統帥克里昂 斯巴達統帥巴拉西達 在亂軍中也被殺死 雙方失去了統帥 戰爭就只好暫時停止了 公元前421年 雅典主和派首領尼西亞斯 和斯巴達遞結尼西亞斯和約 條約規定 交戰雙方退出各自佔領地 交換戰夫 保持五十年和平 但是導致戰爭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雅典和斯巴達在希臘爭霸的野心 並沒有消除到 和約簽訂的第六年 雅典調集一百三十四艘三章戰船 一百三十艘運輸船 五千一百名重步兵 和一千三百名公佬手 大約合共是2.7萬人 組成紅壯的遠征軍 由亞西比德統率向西西利進發 和科林斯還有斯巴達軍展開激戰 很快 雅典人就攻佔了聚拉古城北部的卡塔那 而策計劃下一步攻佔有西西利所時之稱的聚拉古城 戰爭發展極為順利 但是 驚人的意外發生了 雅典國王命令 亞西比德回國受審 原來 雅典城內的 可以梅斯神像被人毀掉 亞西比德因為一貫不敬神而被冒陷 還將被判處死刑 亞西比德一怒之下 在回國途中逃往斯巴達 對雅典戰略戰術一清二楚的 亞西比德的投降 及與幾乎絕望的聚拉古城人 帶來了轉機 再加上斯巴達援軍趕到 戰勢發生了轉變 斯巴達是埃皮波拉伊重創雅典軍 雅典軍無奈只好撤軍 但是撤軍當晚就發生粵食 相信粵食會帶來空險的亞典士兵 不肯登船撤退 斯巴達抓住了時機 封鎖港口 撤斷陸上要道 包圍了亞典軍隊 在公元前413年9月 亞典全軍覆沒 尼西亞斯被殺 經此嚴重打擊 亞典漸漸失去他的海上優勢 勢勢力之戰後 斯巴達有加強陸上進攻 公元前413年 斯巴達軍大舉入侵亞提卡 而且長期佔領德海利亞 破壞和消耗雅典力量 公元前411年 雅典海軍在阿拜多斯 次年在基齊富斯 先後打敗斯巴達海軍 斯巴達就尋求波斯援助 爭建艦隊 要與雅典海軍作最後的較量 公元前405年 斯巴達海軍在波斯人的援助下 一舉傳遷雅典海軍 從此 斯巴達成為希臘的霸權國 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 被迫接受屈辱的和約 取消雅典海上同盟 拆毀長長攻勢 艦船除了保留12艘警備艦之外 其餘的都要交出 解散雅典同盟 長達27年的白羅賓尼撒戰爭 就結束了 斯巴達也取得了希臘霸權 白羅賓尼撒戰爭 屬於希臘的一場內戰 但是它的牽涉面之廣 損失之巨、殺戮之殘酷 就遠遠滲於希邦戰爭 整個希臘民窮塞進 政治走向無存 文化遭到破壞 希臘文明又鼎盛走向了衰落 戰後希臘各邦都陷入了危機之中 戰爭令到貧富兩極化進一步加劇 土地和財富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而中小奴隸主經濟日益被大奴隸經濟所排擠 成邦的經濟基礎 小農和小手工業經濟逐漸崩潰 這些都成為成邦危機的根源 由於兩極分發嚴重 和大奴隸主經濟的發展 導致各邦內部階級鬥爭越趋尖銳 奴隸主和奴隸 富人和窮人彼此仇殺 互相報復 這樣就表明了成邦體制 已經滿足不到現實政治的需要了 伴隨著希臘各邦內部的危機 成邦之間的矛盾也在不斷加深 導致希臘出現爭霸和混戰的局面 當時在希臘成邦體制之內 已經沒有一種力量有能力統一各邦 隨著希臘成邦的衰弱 位於半島最北部的馬其頓 對希臘的征服和統治條件日益成熟 馬其頓人本身是希臘人的同族 但是他的文明發展 就比希臘人遲很多了 公元前五世紀後期 至公元前四世紀初期 馬其頓開始形成奴隸制國家 國王菲力爾西統治馬其頓期間 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加強王權、改革敗制 以加強對外貿易 建立常備軍、開採金礦 以增加財力 經過改革,馬其頓迅速發展 成為軍事強國 菲力爾西憑積強大的武裝力量 利用希臘各邦之間的矛盾 形成了對希臘半島的吞併之勢 面對馬其頓的威脅 希臘各邦內部分成兩種對立的派別 親馬其頓派和反馬其頓派 前者由大奴隸主階級的代表人物組成 期望借助馬其頓的軍事實力 挽救城邦危機 而且對外進行擴張 後者由工商業奴隸主階層組成 極力反對向馬其頓的妥協 力圖維護城邦獨立 小農和小手工業者 基本上是站在反馬其頓派一邊 願意城邦獨立 兩派立場截然對立 鬥爭非常激烈 這種局面反而加劇了城邦內部矛盾 有利於馬其頓的征服 公元前338年 肥歷二世在中希臘的卡羅尼亞 大敗雅典等組成的希臘聯軍 這一戰確立了馬其頓在希臘的霸權地位 第二年 肥歷二世在科林斯召集希臘各城邦會議 會上決定組成以馬其頓為首的同盟會議 宣布由馬其頓領導希臘各邦 對波斯進行復仇戰爭 科林斯會議結束了希臘的城邦時代 希臘歷史進入了馬其頓帝國 軍事獨裁統治的時期 中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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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希臘